那是甘道夫领着霍比特人吗 不 这只是高个子和他的矮个子朋友们 替我向弗洛多打招呼 够顶部的架子 被树枝缠住 披插自拍 在儿童区购物 爬上高脚凳 更换灯泡 高个子和矮个子的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新视频讲述了太高或太矮的艰难 谢谢你的照片 朋友们 住在大气的上层 很难 就像这些树枝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一样 都我帮了派对 这些男孩也很棒 嘿 我不是扶手 不好意思 那是我的头 真无礼 这什么 给蚂蚁洗澡 我需要更大的尺寸 电影开始了 嘿 一群巨人挡住了整个屏幕 我根本看不到电影 只有他们的背 我希望他们能移动一下 走之前先照一下自己的样子 或者只是给你的眉毛打个招呼 这不公平 嗨 啊 我最好的朋友 抱抱我 厉害 哦哦 小心 我是这个派对上的女神 我的鞋跟会让我更高点 每个人都会注意到我 我猜不是 我仍然是最矮的 当你比较矮的时候 爬上高脚凳比攀登珠峰更难 你做到了 干得好 要去点尺寸的人 永远不会有睡眠困难 选择你喜欢的任何姿势 然后 很舒适 但是 高个子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 嘿 腿 回到床上 如果警察是矮个子 对罪犯来说是个好消息 如果你可以 就追我啊 你要拥抱吗 糟糕 现在你的白衬衫上 有了漂亮的印花 我们自拍吧 哦 不 你不在屏幕里 我们用你的手臂当自拍杆 拜托 低一点 你根本拍不到我 我们尝试一下体操动作 批刷自拍 图片竟然很棒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我想 我要去玩户外运动 哦 杆子太高了 我可以够到的 加油 快到了 也许它可以下来一点 嘿 我保证我可以够到 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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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ES 我够到顶了 谢谢 教练 你好高 高个子室友的危险情况是 橱柜打开时 保护鼻子 你这个巨人 哦 我的高个子朋友 已经在这儿了 不抬头 我都看不到它 太阳直接照到我的眼睛里 等等 让我借你的帽子 呃 这样好多了 你借了你高个子朋友的车吗 要准备好勉强够到 方向盘和踏板 算了 我还是走路好了 高个子的一步 就像矮个子的五步 把你的小短腿给我 我会很快送你回家 新衣服 让我为自己挑选一些东西 这是你最小的尺寸 我会去看儿童服装 哦 这个特价 很棒的选择 和一个高个子的人约会 最难的部分 不是找不到谈论的东西 你的脖子会抽筋 哦 我可怜的骨头 饼干乖乖在这儿等着 但是有一个高个子室友 是早晨拉伸的一个重要原因 快点 快够到了 拜托 饼干 快到我这儿来 啊 我讨厌高大的架子 嘿 小虾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我会帮你下来 你的一个灯泡烧坏了吗 拜托 再跳高一点 你就可以够到了 或者只是请你的高个子朋友帮忙 让光照亮这里 你喜欢我们拍摄的高矮问题的幽默短剧吗 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 你是否曾因为身高问题陷入困境过呢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关于生活的有趣的新视频哦